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好我是TK 看到畫面應該就不用我跟你多說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東西的 對沒錯就是黑暗鬼記的最新消息 那這次作者把這個新消息藏在了這一首歌裡面 那這首歌也是在今天的清晨2點的時候推出的 那我也大概跟Jekko一起熬到那個時間然後一起跟他來聽一下 那這首歌的中文翻譯的話預計是明天晚上的7點會上傳 那記得來看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不要廢話就來分析一下這一次出現在這一首Better Rabbit裡面的一些預告吧 Let's go 這首歌真的不錯聽欸很讚 OK一開始就是歡樂幫三人組嘛 這裡是暗示我們Lucky是領導嗎 嘿 Alright 這裡的話一開始你可以看到的是這裡有一個這個監視器 那監視器這邊有一個空光嘛那應該就是範圍 那你記不記得在這一關的時候Malak會有一個監視器 然後我們這一關會可以使用一個技能叫做隱身 讓監視器看不到我們 所以這一關的其中一個陷阱就是監視器 那監視器的功用我先猜啦 應該是照到我們之後會把我們的位置通知給其他歡樂幫的成員 讓他知道我們正確的位置在哪邊 那這個是目前我的猜測也是機率比較偏大的可能 那上面還寫著 Production Factory生產工廠 那看來這次的地點應該是在一個地下的生產工廠 那這邊寫著Zone應該是3吧 這個應該是數字3 那Zone3的話就是第三區 應該也就是階段3的意思 我猜應該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東西吧 Bad Ha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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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這個是不是第四張歡樂幫那一關的傳送門 那這好像沒什麼變吧 我發現啊沒什麼變 ok 誒? Oh my god 他這裡的歌只是寫說我領導了一整個軍隊 這張圖呢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一堆的Lucky 你沒有看錯 我一開始看這張圖的時候以為是不是作者在跟我們開玩笑 沒有 我只是看了前面那個監視器那邊 上面不是說寫一個生產工廠嗎 這應該就是一個生產歡樂幫的一個工廠 這些生產品可能會領導的就只有真正的那一個Lucky 這些可能都只是他的複製品而已 我猜啦 Oh my god 這邊就是Lucky的那個模型 然後他在追我們的那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件都很像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主題樂園 有些主題樂園會有一個類似小城堡迷宮那種感覺 但是我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城堡迷宮啦 感覺很像是你看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Lucky的突發驚嚇的動畫 然後你看這邊的歌詞對不對 你看這邊的歌詞 這裡的歌詞是寫說 我得到了一些複製體 可以來幫助我做一些髒事 就是骯髒的事情 那代表這真的就是那拉的複製體沒錯 然後再加上下面是生產工廠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Lucky 他站的位置比較不一樣 他是直接來看著我們 然後這邊這張圖片呢 告訴我們說 他就是在主題公園 你知道主題公園就是類似一個像遊樂園的感覺 又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地方應該就是遊戲當中的第一階段 那你也記不記得之前在官方的T恤上面 有印出這種類似那種城堡那種感覺的那個東西 對沒錯 應該就是類似這種地方沒錯吧 所以就與Land應該就是這一次那座工廠的名稱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是Lucky在追我們的這個過程 然後還有他的速度 他預設的速度好像已經算蠻快的 我們自己看 玩家怎麼移動怎麼閃的話 都好像沒辦法逃過 都會被他追到 那這邊好像就是我們第一人稱 在某個地方看到那個 那個告示牌 那這邊就是電梯的畫面嘛 那這邊又是這個城堡 那這邊的話會跟我們講一點東西 這邊是寫說 Research加Development 就是研究跟開發 這裡是寫Zone2 那目前來看應該會是這樣 就是Zone1的話應該就是外面看起來很正常的主題樂園 那再來Zone2的話就是這一種研究啊再加開發的地方 那就是拿研究機械人偶啊研究這些機械人家怎麼開發的一個位置吧 那再來第三階段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那個地方 Production Factory 就是生產工廠 那這邊是電梯的畫面 Alright 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從這一邊的第一個圖可以比較明顯的看到 設一整張監視器完整的樣貌 然後這裡是寫Zone3沒錯 然後這邊有個SoulShot就是那個靈魂碎片 你可以在最後一刻的時候看到這個監視器 它是會轉動的 它不是單獨一個東西的 它是會轉的你看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那時候看到第一個預告的那一個圓環區 裡面那個圓環 然後這邊就是整個軍隊 然後你可以看到是這邊有路燈 然後這邊還有路燈 這個畫面應該到時候會是在那個過場的動畫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主題公園的一個廣場 Alright 這就是新的預告了 你可以看到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後面的文理我也不用多說了吧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區域就是Zone3 回到一開始的話 一開始Zone3這邊的話 的紋理是長這個樣子的 沒錯 那這張圖片的話就是告訴我們 它也是在Zone3的一個區域 Ok就是這張圖片最清晰的那個樣子了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這個地方 下面疑似是岩漿啊 你自己看這邊 這邊的話下面疑似有那種岩漿的波紋 那旁邊有扶手嘛 為了避免東西掉下去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第三區的生產工廠 然後這邊有一些類似很高科技的那個 紋理的一個那個設備 這個應該是可以一個直通的一個走廊 然後應該是會有門才對的 那上面的話好像就是一般的工廠的架構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上面 這邊好像也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這邊就只是放這個圖而已 然後告訴我們L就是Lucky的L 然後這邊的話就暗示我們Lucky的能力是什麼 你自己看 跑步跑不過連提速都提不過他 你再看一遍 很扯你再看一遍你看 他現在開加速 然後我們開提速了你看 跑不過他 然後不要嚇了 誇張有夠扯的 我們提速的速度好像也被改的稍微偏慢了一點點 我這樣從裡面看的話 那這邊這張也是新的圖 那這張圖也是暗示我們到時候靈魂碎片的那個 戒指的那個指環所放的那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這邊的話 就是有那個JoryJoryLand的那一個動圖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個Renauter就是 祭壇 旁邊有很多台電腦 那這邊好像有一個開口 這邊藍杆好像到這邊 這邊好像會有個開口 那到時候我們可能收集完之後就會逃來這個地方 那這個區域看起來應該是Zone2或Zone1 這地方看起來比較偏向的是Zone2 因為他的那個質感 跟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Zone2的那個 樣子比較相近 那Zone3的話會有那個 紅紅的東西嘛 那這個地方沒有 這種地方就有灰色那種工廠的那種牆壁 那一看到上面好像還有一個環 這個環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應該沒有應該只是純粹裝飾而已 OK 你在這一段的話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現在是以第一人稱來看另外一個視角 你可以看到另外那邊那個燈 這個就是那個JoyJoyland的那一個動態的螢幕 那這邊看到Lucky從外面 某個主題樂園的那個地方跑進來 這邊看起來就是主題樂園的一小個公園區啊 然後這裡還有突發驚嚇 OK那最後這首歌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稍微可以往前看一下 有沒有我們漏掉的東西呢 那其實這一邊的話 應該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一次歡樂幫的目的啊 就是他們的邪惡計畫應該就是 複製他們自己的這個樣子 然後去世界各地做一些壞事你知道嗎 這應該就是他們的邪惡計畫 至於就是為什麼他們三個 會被抓進去監獄的原因 應該就是這樣 他們好像在製造一些東西 然後來摧毀我們 好那大概以上就是今天 有關於黑暗軌跡的一個新消息了 那多聞遊戲的部分呢 因為近期消息還不多 所以我還不打算整理成影片來講 我等之後官方有放一些新的東西之後 那我再統一做一個影片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有關於多聞遊戲的一些部分 好那大概是這樣啊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下面幫我按個like 順便訂閱一下 記得打開那個小鈴鐺 觀眾朋友我是DK 那我們在下一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記得鎖定明天晚上七點的中文字幕的翻譯 好不好 我是DK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要去看 我今天看到了 你會把這個影片 我會看這個影片 有關於這部影片 都是這樣 我會看這個影片 我會看這個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